快要開學前 基隆市昭陽愛心社每年都會辦理兩次疾難個案子女獎助學金發放活動 幫助學子們能夠順利註冊安心念書 這一次一共有30號位 一共發放每一位5000塊 一共16萬 還有便當 這一次的發放都是我們社會參與人 我們愛心社把我們驚訝一下 所以我們希望有機會 我們愛情人士會參加基隆市昭陽愛心社 昭陽愛心社創設20多年來幫助弱勢家庭 和弱勢學子們持續順利求學 也讓身為社員的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感到非常欣慰 然後再次的肯定我們昭陽愛心社對社會的貢獻 也期免這次受到堅證的我們所有的堅證者 將來有機會也歡迎一起加入我們昭陽愛心社的委員會 讓我們社會到去充滿了祥和愛心度溫暖的一個社會 這次開學前受惠的學生總共32位 每人5000元總共發出16萬元的獎助學金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and post at all and post at all brief 旵